凤盛宇 丰 张辽为前将军 领卫军五十万 镇守长安 凤盛宇 丰 秦琼为右将军 领唐军三十万为前锋军 凤盛宇 丰 徐达为中将军 率五十万明军为左翼军 凤盛宇 丰 赵子龙为后将军 领五十万汉军预备作战 凤盛宇 丰 白起为总将军 领秦军五十万 统领全军 经过长达半年的战争 双方已是打得重回冷比气时代 然而 比起冷比气 外邦联盟瞬间被打得溃不成军 纷纷往后撤退 五朝大军紧追不舍 是要一举歼灭他们 外办联盟见状不妙 也是派出了特使来交涉 尔党 已是强弩之末 现在派使者前来 使不是怕了 各位帝王 我们联盟虽处于败事 不过我想只要我们豁出去 你们也不好过 所以本使者来此时想求一片栖息之地 并不想再发生战争 求一片栖息之地 你们本就不属于这里 还敢要我大厦之土地 要打就打 不打就滚回你们的时代 不要再妄想以此来对我大厦 你们不配 既然如此 那就是没得谈了 赶紧滚 呵呵 那就等着瞧吧 片刻后 就有士兵来报 不好了各位陛下 对方在阵前叫嚣 如果不同意刚才的决定 他们就要将大明皇帝朱友减杀了 什么 人的后世子孙真的被他们抓了 快 咱们去看看 你就是他们的统帅了吧 你们外邦联盟只会做此等龌龊之事吗 呵呵 俗臣只要你们同意割出一部分土地给我们 并签署一个历史合约 永不对我等发起战争 我就把它交给你 如何 哼 尔等竟敢威胁我等 就不怕我们一声令下 将你们全灭了吗 想必你就是朱元璋了吧 这可是你的后世子孙大明皇帝 你大可试试 太祖 我朱友减丢了咱朱家的脸面 我愧对列祖列宗 苏先生 我大明不和亲 不纳贡 不赔款 不割地 岂能像尔等肖小低头 莫要为了我 丢失咱们大厦的疆土 闭嘴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哈哈哈哈 山河间有中华地 日月重开 大通天 我好爱我 我好爱我 日山河永在 大明江山永在 老朱 你老朱家的男儿 真是令我佩服啊 哎 此等帝王 还是逃不过命运啊 戏头 朱友减死了 我没办法送他回去了 该怎么办 回宿主 这就交给总部来安排吧 好 几位老哥 朱大哥为了给咱们开路 不惜自己的生命 咱们可不能让他喊了心 是时候一举歼灭他们了 好 然而 就在决战之际 成树墨却藏在了一边 这战争眼看就要结束了 再不追没机会了 为了爱情 我拼了 话吧 成树墨就拿起了手枪 对着自己的哥哥来了一枪 很快 成树墨就回到了城墙上 看我 快看我 不然这枪可白挨了 呀 成将军 你又受伤了 公主殿下 无妨 这次就让我自己来包扎吧 不可 我这就给你包扎 嘿嘿 值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了啊 这次我豁出去了 成将军 你又又受伤了 快过来 我给你包扎 好 我给你包扎 扎 成将军 你都这样了 就不要再上战场了 无妨 战争最后之际 我乃大唐金无畏大将军 岂敢苟且 成将军 你 他肯定被我血清男人迷住了 再加上这几天天天跟他聊天 他肯定喜欢上我了 我真是个大聪明啊 恰巧 这一幕都被李二苏臣看到了 呵呵 对面弹药早就打光了 哪来的枪伤啊 老李 看来出没这是要活出命 勾引你女儿啊 不如 就将你这个女儿许配给出没吧 嗯 等战争结束 就给他二人赐婚 一个月后 外邦联盟大军被彻底铲除 众人终于将玄智的心放了下来 四个时代的将士们就办起了晚会 你一句大名 他一句大情 纷纷说着自己的朝代 聊得好不快哉 庆功宴后 苏臣几位老友 再次来到了他的酒馆 一醉方休 而成处莫则被派来酒后善后 郑哥 曹老板 刘皇叔 老朱 你们的将士 我已帮你送回去 郑王的将士 咱们未来的后辈 会想办法弥补他们 不过 此战的消息 你们可要向他们交代清楚 不要传出去 哈哈 虽说咱们不是一个朝代 但同为大下人 我相信他们并会将此事藏在内心的最深处 苏老弟 我这大名 你可得好好弥补啊 我朱弟也是明朝 我们二人带来的兵马 有好多都是同一个人 有的可是死了两次啊 啊 没问题 丁 宿主请注意 此战胜利 总部再次赠予十颗长生不老药 另外 嬴政曹操 刘备 朱元璋等人对大下做出巨大贡献 总部决定 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要让几位帝王能成功地脱离他们的时空 并不影响历史 长生要归宿 宿主自己决定 卧槽 总部这次真是下血本了啊 老李 郑哥 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又得到了十颗长生不老药 什么长生不老药 切 你们几个真没见过世面 一个长生不老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光长生不老药 你们也可以不回你们的朝代了 你们那个时空已经有人代替你们 并将未来的路走完 当然 你们要想回去 随时可以回去 也随时能离开 还有 未来已经在完善时空技术了 等完善好 你们就可以回到你们的时代 带领他们走向巅峰 你这意思是 我当极客长生 幼客离开那里 去你那个现代生活 没错 长生不老药 我一共有十一颗 吃与不吃 你们自己定 太好了 朕追寻的长生竟然要实现了 俗老弟 快给我一颗 你叹什么气啊 老李 本来我已经忘却长生 这怎么又来了呢 快给我一颗 对了老李 此战大上 何不喜上加喜 喜上加喜 对对对 没错 成触目 太上皇 这刚打完仗 又有何事让我去安排啊 呦呵 我在你心里就如此不堪嘛 既如此 那我就不说了 好嘞 触目 你个傻小子 老李这是要给你安排婚事 什么 清禾公主 你想不想去 卧槽 你们 你们竟然发现了 发现得好 发现得好啊 谢太上皇 谢先生 这件喜事可能还要等些十日 不如咱们今日就来一件喜事如何 什么意思 老李和苏老弟是拜把子兄弟 不如 咱们几人 你们觉得如何 好好好 没问题 苍天在上 我嬴政 我李世民 我曹操 我刘备 我朱元长 我朱弟 我苏晨 从此结拜了一起兄弟 并见其日三人有三人 不等于闯就加油了プープar 大哥 二个 三个 打 打 等等 你小子叫我什么 爹 把子也拜了 咱们各连各的如何 哼 小哥 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说一句 成猪元长 拜见你永乐大帝呀 哼 没有没有 哼 你们我不管 刘备 既然咱们按后世能力排行 咱俩可得好好比划比划 看看谁是哥谁是弟 数日后 大唐举办了 从古至今最为宏大的婚礼 征婚人都有这七位 是各个朝代的帝王 嬴政 李世明 朱元璋 朱棣 曹操 刘备 排面可谓是给的十足 楚墨小兄弟 恭喜呀 现在你成家了 以后有事就找我们几个 我们给你撑腰 我成楚墨 此生足矣啊 数小时后 成楚墨喝了的烂醉 还未入洞房 就来寻苏晨等人了 太上皇 先生 你们人哪 一 纸条 楚墨 我带老李 还有郑哥他们来我现代了 恐怕长时间不会回大唐了 如果你想随我们来 就在内心呼唤我一声 完毕 另一边 袁天刚 你找朕何事 陛下 这是太上皇和师父临走前 留下来的信 那他们的行踪呢 臣不知道 太上皇旨交代我 臣的不良人 以后劫听命于陛下 并把这封信给您 理智打开信件 却只有一行字 长生之道 已如军院 任重道远 当年立志 原来 原来先生给朕吃的是真的长生药 父皇 先生 至而让你们失望了 现代 经过漫长的时间 嬴政几个帝王身怀长生不老样 已暂时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朝代 苏晨也是回归到了以前的生活 但是身边却多了一个白胖子 和一个免费的牛马 选择了有大药大白 在享受着春的花开